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这一讲我们学习我们前端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绑定 那么在上一讲当中 我们已经对后台的一个业务逻辑数据的一个抓取 我们做了一个业务上的一个实现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就对我们的数据如何和前端进行一个绑定呢 来做一个详细的这样一个学习 OK,那么说到我们的前端的数据绑定 那么数据呢,我们是采用了切特模板 那么我们呢,内容呢,分两个块 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公共页面 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目标页面 那我上一讲当中呢 我们说到这个list的Jed 但是我们里边还没有做具体的这样一个实现 那么所以呢,这一讲呢 我附带呢,把这个layoutJed呢 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呢,同时说一说 我们在Jed当中 我们这样一个公共页面和目标页面 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首先呢 我们在公共页面里边 是可以用一些公共的CS和GS 这样一个 OK,那么我们在模板当中 我们目标页面当中呢 我们可以就是要用一些标签循环 来复制 还有设定我们的一些脚本 那么这里边呢 说两个 说几个语法 上照一个内容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htm那边写的时候呢 我们是一个 就是一个尖括号 标签这样一对一对的呈现 但是呢,在目标页面 我们用Jed这种方式来写的时候呢 我们它是遵循一个缩进的一个方式 那缩进的方式呢 就和我们在htm当中呢 我们格式化以后 所看到的这样一个缩进呢 其实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 OK,这是第一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语法的一个写法 我们都知道在GS当中呢 是有这样一些 我们所谓的循环啊 判断啊这种 但是我们在htm当中呢 纯粹htm当中它是没有这样一个语法的 但是呢,在Jed当中呢 它刚好把两刀给融合起来了 所以呢,我在里边要做循环 这些呢 我就不需要用GS来进行一个获取 我直接用Jed里边相关的东西就可以获取到 OK,这是第二一点 第三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做到这样一个负值 这个负值的话呢 大家会看到 我就是一个 这样一个锦号 双括号 里边有一个Valium 这里边呢 来设定我们需要的这样一个值 那这个值来源于哪个地方呢 就是来源于我们后端的这些一个数据给它传过来的 那么我们待会儿呢 给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这样一个演示 那么第四一个就是我们一些固定的这样一些写法 比如说我要在里边写一个脚本 我怎么写呢 我们之前呢 是用Jedscript 然后呢 写一个尖括号 然后里边放一相关内容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它这里边写法呢 其实就是Jedscript 那么一个点号 点号呢 表示呢 后边内容呢 就是原封不动的这样一个输出 那么 说了这么多 其实呢 我们还不如去看一下 我们实际在实际过程当中 所使用的时候 那一些例子 OK 那么咱们呢 现在就进入到那个实际的一个 代码编写的一个环节 OK 那咱们呢 现在呢 就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页面 那么我们在上一节当中呢 我们这个页面的内容呢 其实已经给大家 已经做了一个输出了 对不对 OK 那我们这一讲呢 就在之前呢 我们这里边内容呢 进行一个 再继续一个细分 我们知道 在这里边呢 我们这些内容呢 已经获取出来了 我们按之前的一个想法 那咱们就通过这个 去取这个Json 那我们通过Jcurry来进行加载 那就可以了 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 那这一讲呢 我给大家说另外一种方式啊 那这种方式呢 咱们呢 就不用res.send了 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用到我们index里边 这样一种方式 大家来看一下 index里边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 我们就找个Ur也行 它是send的 对吧 那么这里边呢 它之前的一个方法 我们就是用这个render 那么咱们拷贝一下 这个地方呢 注意一下啊 我是写在这里边 为什么要写在这里边啊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eboot的时候呢 它这里边内容呢 它是eboot的 所以呢 我要在保证它的数据 能够在正常渠道的情况下 来获取的 OK list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有一个 在 items OK 这个地方呢 我这个地方呢 就是items 就是把这个直接给传给它 我这个地方呢 叫资源列表吧 OK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内容呢 相当于我这里边 传了两个参数 到我们的这个list 这个界里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title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items 然后紧接着 我们就看一下 重头戏 重头戏在哪里边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界的那边 这个界的里边呢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extend layerout 咱们会看到extend layerout 其实就这里边 这里边主要是写一些 公共的一些样式 那我们这里边呢 就把公共样式呢 给拿过来 那么这里边呢 我就在我们之前的 那个项目里边 我们去 卡一下 OK 咱们呢 这里边呢 我们就去 这样吧 咱们 把它拖过来 我们看一下 layerout 这个layout呢 就是这里边的内容 但我们需要的内容呢 我们就把它直接 这一段给 跑过来 好 我们counterc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先关闭掉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呢 OK 这个地方写法呢 大家注意一下 说进的这样一个方式 大家可以以这样的方式 看一下 它会自动去帮我们进行 锁锁锁锁锁我们可以 自己稍微这样处理一下 同时你可以自己在这个地方 按Tab键也可以 OK 这样的话 我们这里边 这个地方你先不用管它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 只要我们内部的生成的内容是OK的 咱们就可以暂时先忽略它 然后我们在list里边去看一下 我们list里边呢 现在呢你看哈我们所引用进来的 这个html 大家看到我这里边并没有写html 这个get呢是帮我去 生成出了这样一个页面 大家会看到这里边相关的内容呢 就已经给包含进来了 OK 那么紧接着呢 我们就要去 把layout呢 我们就已经OK了 咱们呢就要去写一个list 那么这个list里边的内容呢 就啊 我就不给大家呢 加一笔一笔的写了 然后呢我把list的内容呢 考过来 给大家呢做一个分析就行了 OK 咱们呢先给大家 我放过来 给大家再来说一下 第一个 咱们就是layout的 title咱们不说了 这个div呢 url ul li 那么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里边 所待会可以看的 这个页面所生成出来的内容 先来说一下 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div 一个li 这里边呢也是一个ul 这里边就是做一个上下分页的 也就是说我的上面一页和下边一页里边的内容呢 我都可以呈现这样一个 紧接着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这里边 我们所要讲的这样一个 循环的这样一个语法的一个原型 那么它循环呢有语法的原型呢就是each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内容呢在items里边 大家要知道这个items来源于哪啊 这个items呢就来源于我们这个地方那个items 因为这里边大家看到这个items呢 它其实是一个宿主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做一个宿主的这样一个循环 那么在循环的时候呢 如果它的type啊 唯空 唯空的话呢就是没有获取到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啊这个地方叫不唯空啊 不唯空的时候呢它显示出来 如果是唯空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未知 啊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 员语法哈 这一段加else else这个地方 所以呢大家会看到这个地方呢 语法的这样的原型一起each each else ok 然后呢再说一下中间这一段到底表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地方就是h5 我放了一个h5 h5这下边有一个button button这下边呢又有一个span 然后呢里边再有一个a标签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运行起来呀 再看一下 这一块呢就不给大家说了 这一块大家我相信大家就已经非常明白了 只不过呢这个地方我有一个js呢 要把它引用进来啊 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 jarscript jarscript ok 咱们呢就把这个里边的内容呢 因为它是public里边对不对 ok我们把它靠过来 public public呢jarscript jarscript 这里边内容 ok 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内容呢就已经给加载过来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来可以硬性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儿呢咱们再来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和刚才那个页面 有什么不一样啊 这个地方呢它说有一个啊语法可能有一个解析上的一个问题 咱们先来看一下 说的是我们 啊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自己的代码里边吧 代码结构里边 啊 这个地方因为是我们复制过来的我不知道复制会不会有问题 咱们呢就对比着来弄一下就行了 这个地方呢就我们的view啊 因为这里边的内容呢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干脆把这里边的内容呢全部考过来算了 ok主要是试图里边的啊 我们全部覆盖掉 全部覆盖掉呢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list的 items 这里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title 然后呢 这个地方啊 注意大家看了一下 刚才的那个问题好像不是我们这个模板引起的 呃稍微等一下 不是模板引起的 好像我们这个本身这里边好像是包错了 这个地方报了一个500的一个错误啊 500的错误说明是服务器端的一个错误 服务器端的一个错误这样吧 我把它给 这样呢 superagent 然后呢 运行起来 咱们呢 这个地方 看一下 ok 这样呢 它这个内容呢就已经给获取出来了 大家也可以通过这种例子呢 去看一下 刚才 刚才可能我们的服务没有重启吧 ok 现在的话呢 其实这个地方大家在看到我点的时候呢 其实参数呢 并啊 大家看到其实这个参数呢 呃 是传过去了 6 啊 但是我们现在呢 还有部分的这样一些参数呢 我们并没有做解析 为什么没有做解析呢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这样一个 在我们的index里边 我们目前呢 并没有做对参数做一个解析 ok 那我们下一讲呢 再来继续完善这里边相关的一个内容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整个这个项目呢 啊 基本上呢 这样一个原型呢 就已经出来了 啊 能够把它内容呢 给展示出来 ok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的内容呢 就到此结束 那么我们下一讲呢 对我们的内容呢 再进行一个完善 好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